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体一半的肝重量是由单细胞线粒体所组成 线粒体除了提供给身体所需能量外 也扮演了细胞信号和通信的关键角色 协调你细胞的行为和活动 想想看 这种信号是健康和生命所必须的 因为它是由细胞发育 组织修复和免疫功能的基础 如果没有沟通和协调细胞活动的能力 我们的身体会很快散架 线粒体在这个重要的通信系统中的作用 就在于它们能做出成为氧化还原信号分子的特殊分子 每天 每一秒 线粒体制作了万亿个这种分子 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生命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你需要这些分子来保护你的细胞的健康 即使发现威胁和破坏 并修复或替换受损细胞 不幸的是 我们制作氧化还原信号分子的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可曾经注意到碰伤和瘀伤 在小孩子身上很快就消失的碰伤和瘀伤 在老年人身上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痊愈 老年人的细胞无法像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样 有效率的沟通 因此细胞和组织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修复自己 因为身体无法像以往一样 制作足够的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但是假如有一种方式 可以来补充供应你的这些惊人的小分子 又假如在本质上是一个氧化还原信号分子的补充 如果你有像你年轻时的氧化还原信号分子的供应 你的生活将会如何变化 这样的产品将是不可思议的 但你将如何去制作取得呢 那么一个良好的开端将是了解 在你的细胞内万一个线粒体是如何做出这些至关重要的分子 你的细胞是个含盐水的小袋子 在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其他细胞组织漂浮在盐水中 不足为奇 当线粒体需要创建还原分子的材料时 它们会使用它们身边最充足的东西 盐水 它的工作十分有效 因为盐水是由四个原子组成的 在盐中的钠离子和绿离子 合在水中的氢原子和氧原子 线粒体拉开这些盐水中的分子 然后再结合不同的配置的原子 经过重新组合 你猜怎么着 氧化还原信号传导分子就形成了 事情在细胞内发生如此之快 这些氧化还原信号传导分子 在不到一秒钟的瞬间被制造出来 它们也很快就被使用了 而且如果细胞不立即使用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原子会被转换回盐水 提供给线粒体反复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系统 因此在活的细胞外 制作氧化还原信号的补充物 使用同样建筑材料 盐和水是明智的选择 这也是阿西亚公司正在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用纯盐水溶液 然后使用高度保护和专利的电化学过程中 我们分开钠、氯化物、氢和氧原子的链接 然后将这些自由浮动的原子 经过新的配置、重组 制作成氧化还原信号传导分子 当然,过程听起来比实际制作是容易得多 你的线粒体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制作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阿西亚需要整整三天 才能做出同样的分子 但对于阿西亚真正的成就 来自克服稳定性的问题 请记住 在细胞中制造的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会被马上使用 否则变回盐和水 这是因为氧化还原信号分子非常活泼 他们希望随时忙碌 马上开始工作 这种活跃性 使其难以保持这些分子长时间存在 它们需要被使用 否则 它们会恢复成盐水 幸运的是 经过无数个小时的研究和实验后 阿西亚的科学家们实现了突破 它们发现了这些高活性分子配对 并达到平衡的方法 这是一个在活体外稳定的 氧化还原信号传导分子 惊人的成就 所有其他的健康和保健品 维生素 异国情调的果汁 试图通过基于外在的东西帮助身体 我们的身体必须揣摩 如何使用这些东西 而阿西亚的产品与此不同 阿西亚的分子原产于身体 你的身体已经知道如何照顾自己 你的细胞自己制作它们所需要的工具 在历史上 这是第一次 你可以补充和加强这些工具 事实上 你可以给你的身体 更多细胞需要的天然分子 来照顾你自己的健康 阿西亚不仅是一种补充品 更在如何保护我们的身体中 改变了我们的保健和健康的基本概念 那么 你想知道阿西亚能为你做什么吗 有一个强而有效的方式给你参考 请跟与你分享这个消息的人谈谈 感觉一下 世界上第一和唯一的氧化还原信号 分子补充剂的效果 你的生活和你对健康的看法 从此将不会一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